6月25日,202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开幕 越南总理范明正之开幕词 据月通社和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范明正之辞时表示 越南乐见中国崛起壮大 中国堪称成功典范 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发展机会 是少数几个在解决全球议题方面 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之一 他指出,越南相信中国 将继续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并希望同中国一道推进多边主义 作为山连山,水连水 共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的精灵 对于中国在世界和地区 存在许多困难和挑战情况下 仍然发展壮大和崛起 越南感到高兴 范明正如是数道 范明正援引数据指出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40多年来增速位居世界第一 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他称,中国的发展成就为发展中国家 创造了发展机会 堪称成功典范 他进一步表示 中国是少数几个在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方面 日益发挥引领作用的国家之一 提倡了文明、安全和发展的多项全球合作倡议 在全球生产和供应链中占据关键地位 在研发、科技和再生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跻身世界前列 我们相信中国将继续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讲话中,范明正谈到了世界面临的挑战 对气候变化、自然资源枯竭 以及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加剧发出了警告 他说,虽然世界总体稳定 但地区紧张局势破坏了和平 但没有指出任何冲突或国家 随后,他提到了中国谚语独目不成零 以及团结、团结、大团结 成功、成功、大成功的胡志明思想 他说,越南和东盟将继续与中国 等世界伙伴保持密切合作 越南希望中国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大力推进多边主义 加强国际团结合作 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环境 据新华社消息 6月25日上午 世界经济论坛第15届新领军者年会在大连开幕 国务院总理李强与波兰总统杜达 越南总理范明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来自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1700余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 共议未来增长的新前沿 探寻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路径